他分成两种模式 这个题目里面 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选择自由出题的话 这必须传入参数 那所谓自由出题就是说 这个执行Java的时候 后面class名称 然后就是什么 对控一个right 然后呢 好OK 朋友friend 就这个啦 就是说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传递参数 然后再把参数读进来 等于是说外部的 读入这个题目 题目档的意思 这个是自由出题 另外的话 如果直接按Enter的话 就是考试 这个是叫预设模式 所以会有两种模式 那这一题 基本上光一个预设模式 就已经够头痛了 更不要说自由出题 所以我们先从预设模式来看 那预设模式基本上 他的配分大概是这样 7分 那其他的话8分 所以大概一半吧 下面预设大概30分 上面大概20分 上面大概20分左右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只能做对一个的话 那至少还有30分 预设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预设 预设就是没有传参数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预设怎么做 预设部分的话呢 我先把最后完成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要这样执行起来 然后呢 第一他会出现请将题目有没有翻译成英文 那作答完之后呢 再按Enter 这些是固定的这个字串 所以呢 只有者就要出出现第一题 有没有电脑 那应该就很简单 computer ok 那这个是database 那当然你可以 然后这个是 citex 语法 然后school 这还蛮蛮好玩的 这实际上school 然后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那这个要怎么做 就是对二维正列嘛 但你也可以用一维正列 一维正列不好写 二维正列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 他对应到ok 那你会发现最后呢 你花费的时间几秒钟 要把它记下来 答对几题 要记下来 比如说这边有答错了 打错了 然后 答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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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会有五题之中答对几题 这边要秀出来 那这个是预设模式 这个只有一半 就只有 大概30分 也是要考试这个才30分 这样写这样才30分 还没写到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自由模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